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第三百一十七集 陆赵颖愣住 程管家也特别的着急 他转过头看了一眼 秦小姐靠 程老爷子没有说话 他一直腹手淡淡地站在原地 等了好半声 陆赵颖跟程管家就跟卡了壳一样 他壳了一声 两个人还是没反应过来 程老爷子有些忍不了了 他慢悠悠地往那边躲过去 慢不经心地看了眼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他也正住了 本来陆赵颖等人 是因为秦燃的成绩 不敢提高考的事 眼下秦燃考成这样 他当天晚上啊 就把之前撤掉的酒席 又重新加了回去 陆赵颖更是拿着手机 把那些横幅啊 还有广场中央的屏幕广告 也都翻新了 程管家跟程木 添加着晚上临时宾客的名单 虽然是临时通知 但人也不少 基本上知道是秦燃的局 就算是没空 也抽出空闲来 人这么多呀 程老爷子看着 程管家手中的 长长的一串名单 惊讶了一句 啊 秦小姐的同学很多 程管家看了看 前面大多数是秦燃同学 对于这一点 他以为询问了秦燃的意思 酒班这次考得非常好 基本上没有人有大事物 都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所以大多数同学 他都邀请了 程管家准备了两个包厢 一个大一点 带娱乐设施的 就给那群学生玩 一个小一点的 就将回这群大佬 吃饭聊天 程老爷子背着手 看着上面的地址 显示着云顶酒店 他点点头 看看人员还有没有 什么疏漏的地方 程管家又翻了一眼 后面是交回那行人 程老爷子已经 背着手离开了 表情十分沉稳 程管家看了一眼 程老爷子 对方的腿在抖着 与此同时 林家也准备了酒局 秦宇这次总分 考了六百四十九分 全省一千零几名 全校十九名 因为他也休学了半年 这半年间又学小提琴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出乎林家 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宁晴喜气洋洋的 第一个电话 就是给宁威打过去 告诉他秦宇 这次的考试成绩 想先一家人 吃饭热闹一下 然而宁威 说了一句恭喜之后 就说晚上没时间 有什么事 比秦宇高考这次酒席 还重要的呢 宁晴抿了抿唇 他挂断电话 表情却十分不好 妈 怎么了 秦宇多问了一句 这些天 因为孟家的事 整个林家都笼罩 在阴云密布之中 好不容易有件喜事 宁晴也不想说宁威有多扫兴 他摇摇头 没事 你先看看 还有哪些同学要请啊 秦宇这次考得也很好 心里也高兴着 点点头 就没有再多问了 宁威来不来的 他确实也不太关注 两家不约而同的 把酒席同时安排在了 云顶酒店 宁请的地点 成母才刚回国的时候就准备好了 毕竟云顶酒店客源太多了 预定的排队 听说已经在一个月之后了 为了给年轻人玩 陈管家把时间划分了一下 定在了下午六点 然后开始一个个通知他那些同学 乔家 乔生接完电话 终于从床上爬起来 他坐在床上思考了一下人生 然后伸手给徐妖光发了条信息 燃解了喜宴 回报 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否定回答 不来 京城徐家正是午饭 徐妖光高考完第二天就回了京城了 今天云城的高考成绩要出了 徐管家站在徐妖光身侧 低声询问 您的成绩差了没啊 没 徐妖光放下手机 他吃完饭又放下了筷子 没眼清冷 他知道今天出高考成绩 不过也没差 他的预测分从没有出过差错 看了眼手机 跟秦宇的聊天记录在乔生下面 秦宇这次李宗分数不足二百八 至于李宗单科成绩看不出来 徐妖光也询问了潘明月的李宗单科 几乎没有过二百八十分的 今年的题目确实是难 徐管家听着徐妖光的也不奇怪 徐家从上往下数啊 就没出现过学章 尤其徐妖光这一辈 几乎都是碾压同一辈分的人长大的 就算他这次考到了全国的状元 徐家跟京城这些人都不会太过精益 只会觉得理所当然 这次全国卷是京大那几所高校联名出的 徐管家见徐妖光吃完了 就让人把碗筷撤下去 听到这一句啊 徐妖光谋色终于有了些变化 他抬了抬头 周校找他们 徐管家汗手 一直没有去查分的徐妖光 这会儿有些坐不住了 他拿手机回到自己的房间 打开电脑 徐管家就知道他去查高考分数了 想了想也跟着他的身后 徐妖光记得自己的口号 徐管家到的时候 网页上成绩已经刷新出来了 732分 徐管家站在徐妖光身后 看着刷新出来的成绩 满意地笑笑 只是在看到省排名二的时候 他十分震惊 这分数只是第二 几大高校联名出的题目 用级别划分一下 就是那些年轻人所说的 噩梦级别的难度 徐管家自然知道 能考到732分 对于徐妖光来说 都称得上是优秀了 省二 确实是让徐管家惊讶 徐妖光目光看着这分数好久 脑子里的光明明灭灭 高考之后 他也想起来 秦冉用右手画过板报这件事 想到这里 他直接拿起手机 翻到乔生的消息 询问他秦冉的成绩 乔生回得干脆利落 直接发过来秦冉的分数截图 这截图在横川一中论坛上早就火了 连微博网络上都开始传送这张图了 徐妖光直接点开 徐管家就站在他的身侧 自然也看到了场景 忍不住开口 总分747 今年的全国间状元 我回一趟云城 徐妖光看了半声 直接拉开凳子 起身 下午5点40 酒办的人就陆陆续续地来到了云顶酒店 云顶酒店顶层 全部被城管家豪气万丈地包了下来 酒办的人在娱乐设施很足的酒店包厢 这些学生们的交集 成郡就没有参与 主要是城管家觉得 成郡一去 可能会影响那些年轻人的积极性 秦冉推开门进去的时候 原本以为能够看到一大堆人嬉闹的场面 然而包厢里面却是安静一长 包厢里的人坐在凳子上的坐在凳子上 坐在沙发上的坐在沙发上 包厢内的灯光很足 能够看到所有人的表情都挺严肃 八个服务员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 分站在两边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直到看到城管家跟秦冉的身影 才松了一口气 询问式地看向他们 秦冉是直奔这件包厢来的 他头上还戴着鸭舌帽 看到这一幕 他默默地扯下头上的帽子 清了清嗓子 不是 你们冷静一下 城管家一愣 他不太清楚酒班人的性格 这会儿一看 好像酒班人都特别地生气 他不由得有些后悔 去请这些人来了 想到这里 他不由得看向秦冉 有些紧张地开口 秦 一句话还没说完 乔生的声音就当先炸了起来 冷静不了 你不带我上至尊九星 这件事就不能完 班长不甘示弱 我也想去看看至尊段的风景 我必须得有姓名 我去 原来还有这等好事等着我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